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他们所需要的社会福利 今天呢 我们首先就从一个从事现场live摄影师工作的陈廷伟 和一个成功的生计家吴维修 他们两位都是单耳听障的故事 来看看他们工作上所面临的窘境 以及又是如何走出来 坦诚 我是单身贵族 从这一刻开始没有出错的空间 因为我们是live节目 所以经常都会有一些要沟通的事情 他除了一个耳朵要听副控的事之外 他可能另外一只耳朵可能听不到下面我们在讲的事情 或者是要跟他沟通的事情 陈廷伟就是同事口中一耳听不见的人 听导播指令 别人戴全照式耳机 他改戴耳塞式的 有时听不清楚 就仔细看主持人独唇 再不懂就问身边同事 现场直播压力很大 但他尽全力克服 现在虽然这一只耳朵听不到 但是能够用这种现一只耳朵去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 我觉得这就是态度 怕被误会 他没有隐瞒一耳听不见的事 完全看不出来 他是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 大家看不到单耳听障的不便 就连好哥们同事也会忘了 我都会惯性的一个动作就是 我会忘记他是单耳听障 就会变成我经常性的会在他逐耳讲话 可是他听不见 变成一定要走到他的右边 他才听得见 所以经常就说 小谷 你不要在那边 我听不见 苦笑带过 还有更让他难受的 在这种工作环境下 又要听到很多声音 在大家比较急的时候 口气上会比较高亢的时候 其实是故意的 这时候还是会伤到心 只能告诉自己就要坚强了 摄影师变成Rocker 这是07年陈廷伟受邀到北京表演的盛况 玩音乐不是很要爽出来 人要站在舞台上的感觉 我是跟大家可以有互动 这个感觉也是会 但是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自己 当自己心里面有困难的时候 有苦衷的时候 没有办法跟人讲 我不知道跟谁讲 跟你讲你可能听不懂 我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就用 我就想用音乐的方式去表达 去抒发自己对周围的事情发生的看法 一同到北京演出的鼓手于培武说 音乐世界里的陈廷伟有自信 因为他是单狼儿竹 从小他可能被某些人 就是用另眼相待的方式 那他也从音乐里面找到 他抒发的管道 那再加上他又找到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 那这些其实都会给他力量去 排除那些以前那些人 给他的一些那种 不好的言语的那种观感 跟那些想法 他就把他排除掉 那无法排除的时候 他就把他写在歌词里 就是骂这些人 不懂就创作给大家听 陈廷伟选择用 最震撼的音乐方式告白 这什么 就只能用愤怒 我不可能一个人拿了 拿了白布条去抗议 不可能 我只能找别的方法去用音乐 然后引起大家的公司 六岁就发现左耳听不见 害怕累贴标签 曾经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音乐让他勇于面对 现在陈廷伟站出来 要找更多单耳听障的人士 分享他的经验 其实事实上 我是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 对啊 可能 可是其他人也许还可以 他是轻微听不到 他们也许还可以 他们也许没有钱 买注定器 对啊 那怎么办 只能够找社会资源补助 你刚刚有侧漏过吗 你刚刚有侧漏过吗 侧什么 你刚刚有侧漏过吗 还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侧漏 带着助听器 炒一点 吴维修还是会听不太清楚 像我这个人助听器 因为我这边耳朵 好的耳朵 他就已经高音听不太到 那我这台助听器 就必须要特别的助听器 不是一般的助听器 像我这个助听器 一个都三万多块 那因为我今天工作还可以 所以我付得起 那我想说有一些人 他假如工作上 比较差的话 假如跟我一样的状况 他可能就付不起 那他就永远比较落实 五年级生的吴维修 也是单耳听障 跟陈廷伟不一样 他是高中才发现 因为我妈妈帮我去办 做人寿的健康保险 然后听理检查 还知道我有时候听不到 那我自己以前 一直都不晓得 这才让他恍然大悟 小时候被当成 问题儿童的原因 小时候比较常常 在家里附近玩耍的时候 就是在靠近吃饭的时候 那常常就被 我妈妈就跑过来 就打我 然后就说 叫了我半天 我都没有回应 然后 所以常常被妈妈打 然后另外小学 读幼稚园 我读了四家幼稚园 那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读那么多 只知道说 好像经常被 老师在处罚 就是说 我可能都不听话 还是怎么样的 甚至被关到厕所里面 去怎么样子的 那从高雄 一直读到 那个潮州正确了 不过他不觉得 与众不同 只是念书辛苦一点 但他还是念到台大 上课也听不太到 我就把 上课的内容 就把录音录下来 录下来 录下来的时候 我会回去晚上 再去把它 把它听一听 再把它写出来这样子 那用这样来补 来补我的那个 听力上的不足这样子 现在他是国内 知名的生技公司 研发处长 工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他 他准备资料都非常丰富 都会撒很多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做研究嘛 所以对研究上面 就注意还蛮大的这样 吴维修很优秀 工作专业表现人人夸 但是人际关系 就得忍受异样眼光 一开始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还没有告诉我们 不是那么熟的情况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突然间 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突然间 整个脸会侧过来 或者是突然间靠近你 那一个很奇怪的举动 你会突然间吓一跳 他发现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惊讶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他会开始跟我们解释说 因为他的耳朵哪边听不到 所以他可能会有这样 他请我们包含他 像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我会尤其在很吵的环境下 人家跟我讲 我会不是那么容易 听得懂他讲什么 那我最常用的伎俩 就是说我会跟人家笑 清楚知道一耳听不见的处境 现在吴维修每到一个场合 都会主动告知自己是单耳听障 现在他也跟陈廷伟一样挺身而出 我们耳朵一边听不到这人 实际上也是同样的状况 我这样我这种状况就是这种状况 讲解就是一种惨障 那我觉得说没有必要 因为这样而觉得心里 而是觉得说应该怎么样 让这个社会了解你说 你需要怎么样的协助 比如说人家跟你在互动的时候 怎么样来跟你互动 不再当个隐形的弱势者 越来越多的单耳听障朋友 打开心中的柜子 走出来凝聚成一股力量 要成立单生贵族协会 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一耳听不见的不变以及需求